当我们使用外接鼠标滚动页面的时候 发现它这个顺序是反的 向下滚轮它会往上走 向上滚轮它会往下走 这一点在触控板上会特别的舒服 使用触控板 双指向上移它会往下走 就像用手搓着这个纸向上移一样 使用双指在触控板向下走 页面回到上面就好像用手去搓这个纸上下移动一样 但是外接鼠标正好是相反的 向下滚轮它会往上走 向上滚轮它会往下走 很不习惯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安装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我用过两种 目前我在用这种是免费的 这是它的网站 点击下载即可 具体怎么安装就不讲了 就是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它默认有两个设置 一个叫平滑滚动 一个是反转方向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反转方向勾选就可以了 另外还要勾选开机启动 隐藏状态图标 要不然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小图标 平滑滚动开始我也是启动的 但是我感觉它是一个加速度 看上去很美 但是用起来还不是很舒服 还是把这个平滑滚动去掉 感觉更跟手 我感觉它这个平滑滚动 有点像算法算出来的 可能会比较占用资源 会显得不跟手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 这样就可以 在移动页面的时候 鼠标滚轮向下滚 页面往下走 鼠标滚轮向上滚 它页面往上走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